新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中华花语的历史源头 最早的起源源自在1500年前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当时因为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徒以水养花共在佛前的观念 跟中国人以平旁为大地的观念相结合 而形成了中国的插花艺术 但是谈到了在我们的六大气形中的兰花 那兰呢最早的一个源起 也沿着佛教插花 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所要插做的这个兰 那一边也来谈谈 这个兰跟佛教插花的一个源起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前面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有点像一个笼纸一般的这样子的一个兰子 那这个兰子蛮特别的就是呢 它的这个提梁呢 本身呢有方形的感觉 那过去呢我们在很多学花艺的人看到这样的兰呢 常常都会说 这是不是日本的兰啊 那事实上呢 中国呢在历朝历代呢 就用很多的兰花 尤其中国到了宋朝的时候 用了大量的兰 而且插出来的花非常的壮丽激情 非常的奔放大方 所以呢 其实这样古典的中国传统文化呢 有时候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把它迷失了 然后看到这样的器皿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好像是日本的东西 那其实日本的很多的器皿都从中国的花器呢 那传过去之后呢 它们略加改变之后呢 就形成了它们很特殊的 也很优美的一个 它们的花艺文化 所以在保留传统文化的这个区块呢 我觉得我们要更加的用心 那今天呢 各位可以先欣赏一下这个兰 那这个兰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个手把呢 踢把呢 我们称为提梁 那各位可以欣赏到 这个提梁的两边 编织的非常美的这个纹路 用这个竹呢 编的非常美的这些纹 在它的两边 所以我们在插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呢 各位阿卜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提梁 我是走左右就是东西的方向 我们称为政治 那我们为了要表现这个提梁的优美 比如说现在我这样的方法 我们称为偏字 就是用45度角 那如果我们还有一个插法 我们要更表现这个提梁的整个感觉 那我们可以用车字 不过呢 中国人是一个非常注重礼节的一个民族 我们认为说两对的人是比较不礼貌的 所以除非说各位阿卜萨可以看到 我这个提梁上面 有很美的编织的这个纹路的时候呢 那我们为了表现这个提梁的美 我们就可以用车字 好那今天我因为在里面呢 我的那个内胆 就是这个 我这个篮子里面的这一个内胆呢 一直找不到一个很恰当的 我放了一个竹器 但是这个竹器太小了 那各位阿卜萨可以欣赏一下 我利用一个木头的一个根部 把它卡住 那卡住这个内胆呢 它就不会动来动去的 所以我们插花 就是不要太过于的石板 有时候可以稍微的 灵活的去应用它一下 好那我今天选用的这个花材呢 各位阿卜萨可以欣赏一下 这个我们称为花丘 花丘呢 那花丘这个叶子 在一年世纪它都很美 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 花丘刚刚花芽是最美的 然后它那个嫩叶 跟树干之间的形成 一种很美的一个感觉 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这个花丘就树叶很茂密 我刚刚拔掉了蛮多的叶子 不过我刚刚一边在 拔这个叶子的时候就 闻到一股好香的味道 因为这个花丘 你把它采下来的时候呢 它这个叶子呢 非常的香 所以你一边在享受这个 视觉的 这个叶子的清脆之美之外呢 你可以有一个触觉 可以摸到这个 很舒服的这个叶子的感觉 那你还会有一个嗅觉 闻到好香的 手肩上的那种香味的味道 所以有时候觉得插花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享受 它可以让你的眼睛 看到美丽的花朵 然后呢 手上触碰到这个枝材 然后还可以闻到 那个植物所散发出来 一种非常的 非常棒的一个朝香 好 那我现在呢 要把这个花丘 稍微的折制一下 因为我想要 让这个花丘 稍微比较平出一点点出来 平出一点点出来 好 我来试一下 看那个角度 好 那我这个花丘呢 如果我现在稍微采用 有一点点偏制 偏制 我试试看正字号还是偏制 好 那如果我希望它有一点点角度 有点平出的角度呢 那我就可能要折制 不过我刚刚 比了一下觉得它 好像这样的感觉也挺好的 不过我还是让它稍微比较走平出一点的角度 那各位阿华普少可以看到 我在我想要折的地方呢 我画了一个痕迹 好 然后呢 就是它的粗细度呢 很适合用到20号的铁丝 所以我用了20号的铁丝 把它试折之后呢 然后我用22号的铁丝 或者24号的铁丝 就是上下把它 把它做一个固定 就把铁丝固定在这个枝干上面 我先绑了一段 固定在这个枝干上一段 然后我下段的地方再绑一段 那我们可以在绕的时候 绕个两次或三次 这样 然后我在上段的部分呢 我再绕一次 再绕一次 好 那我就把这个花丘呢 做了一个上纵下三段的 这样的一个铁丝的一个运用 那这样运用之后呢 我就可以用它来折枝 然后呢 我加了一下下这个tape 就是这个咖啡色的tape 因为花丘本身是咖啡色的 所以我在这上面呢 我也加了一下咖啡色的tape 因为我们说过呢 这个咖啡色的tape它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呢 它可以增加这个韧度 让你的枝干在折的时候 比较不会断掉 那第二个呢 它可以把你的这个铁丝的 这个感觉修饰住 然后呢第三个 它可以增加它的吸水的一个能力 所以好各位阿富莎先去看一下 那我上过了这个tape之后呢 然后我再靠在我的坐脚旁边 然后我轻轻的把它折一下下 好 好我们把它稍微折一下下 让它有一个弧度的一个优美 因为我想说呢 这个花气呢 我让它有一点点这个弧度的感觉 那我们在擦这个蓝的时候呢 可以有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做煞 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阿滋煞 那这个煞我们可以卡在这个瓶口 就是这一个内胆的足气里面 这是一个方法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 各位阿富莎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用了这个杜鹃的这个根部呢 我用了这个杜鹃的根部呢 然后把它做一个跟它之间的一个固定 那这样子呢 它也有另外一个功能 那我们有时候也可以重复的应用 比如说好多次 然后合到大小刚好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试一下下呢 看看它的大小可以吗 因为这个竹筒本身呢 它是没有 好我先把这个 这个汁拿下来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卡到这个竹筒里面 因为这个竹筒本身 它的角度是有变化的 好 OK好 那我现在呢就是 其实这块空木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来定枝 是要帮我把这个内胆 让它卡住 好因为我里面放了一个竹器 好那但是呢 我现在变成双重的一个运用 就是用了这一个木头的这个力道 跟加上这个 我刚刚把这个杀 阿滋杀给卡进去了 好然后呢 我现在就可以把我的这一个 这个枝干呢 放到我的这个阿滋杀里面 好 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 稍微我让它稍微有一点点平出 因为呢我们比较少有机会插到平出的花形 我们常常会比较常常插到的花形都是属于比较直立的花形 那各位阿滋杀菩萨可以看到呢 因为我想要把这个体量呢充分的表现出来 那如果我插太直或者太过于的高的花形 那这个体量的这个美 这个空间的美 就会比较看不见 所以我现在把它采用平出这样的一个角度 那各位可以看到像这么深色的一个蓝 然后配上这个很翠绿的这个花丘呢 那彼此之间色彩就形成一种 很苍翠的一种美感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其实呢插花真的是让人心生喜悦 因为你不但可以欣赏到很美的这个花柴 好那我让这个里面的这个 就是这个空间呢再空灵一点点 所以我让这个质感再少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呢 不只是可以欣赏到自然这个色彩的一种美 那有时候呢就是其实那种翠绿的色彩呢 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好看的 好那我们再把这个花丘呢 因为它是这么的苍翠 它色彩这么的感觉 这么的美好 所以我把它稍微的 用一点点的花丘的颜色 再加上去 增加一下它这个整个在蓝里面的这种感觉 下单的地方 好那我们现在把它做有点平出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感觉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选用我的种花 那各位阿博撒可以看到 我现在手上有一朵这个 我们称为加多利亚兰 加多利亚兰 加多利亚兰这个花柴呢 在我们宝岛呢 也算是一个蛮名贵的一个花 那它的耐度没有像蝴蝶兰那么的耐 可是它因为比较少一点点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样的花呢 我也觉得很想把它运用在插座中 好所以那天我到了花室呢 我看到这个加多利亚兰呢 我就给它买了一株 然后我觉得可以擦一下这个加多利亚兰 好那我现在把这个兰花呢 很小心翼翼的放到这个 我们这个萨的里面 好那我呢再把它加一个它的这个鸡盘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擦这个煮花的时候呢 最好能够加一个鸡盘 好那我今天 平常我们都是用很多的这个电讯兰的叶子 来做鸡盘 那今天我们选用了一点点这个橡树的叶子 因为它这个鸡盘呢 好加一下这个橡树的叶子 好那我应用了一点点铁丝 帮我做一点点固定 好 好 橡树的叶子 做一点点这个鸡盘的部分 好再一片 好因为它这个叶麦本身呢也蛮粗的 那我煞的空间已经蛮小的 所以我就用一点点 我用一支18号的铁丝帮忙我进去做那个固定 好但是我让那个资根本身也是还是一样可以 可以吸到水 好 那我把它做一下 让它有一个叶片 可以用它来衬托我们的这个组花 这个我来看一下 这样很清新脱俗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花 好那我再加一点点小小的小小的一个 比如说我加一点点这个南薄 好那说到这个南薄呢 就觉得说真的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的制裁 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来这个修饰空间的时候 那这个花彩本身呢 它的功能性就特别的好 好那因为我侧面的这个地方呢 我让它有一点点的动态 因为如果纯粹都是橡树的这个叶子的话呢 我就会感觉上比较硬一点点 所以我加一点点这个 加一点点这个薄 好那 本来想还在加一点点的菊花 我看看试试看 适不适合 我们来比一下下 看看还是说 只要一点点的这个 因为想要增加它的这个亮度 我看看需不需要再加一点点的菊花 感觉这个色彩也也蛮好的 好我把这个菊花也放进去 让它有蓝 然后有菊 因为有时候这些四菊子花呢 真的是有它很独特的魅力 那我们说呢 兰花它特别的芬芳高雅 那菊花非常的淡薄明智的感觉 好那我们把这件作品把它完成了 好那兰花是研制佛教插花 好那当时呢就是最早的一个插花的器皿 最早的时候用的一个器皿 是一个竹编的器皿 我们称为华菊 那华菊 那华菊呢是佛教用来在上花的时候用的 那后来加上了这个体量之后呢 就形成了我们中国非常古雅的一个插花的花器之一 就是蓝 那事实上我们蓝也是代表一种礼节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当要送礼的时候 都是用蓝子来成装的 所以这个蓝也是一种礼的一个象征 那我们现在用这么美的蓝来插花 那觉得也特别感觉到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呢 我们插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也是蓝子的一个作品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 这个呢我在里面放了一个平常 其实插竹子的时候的一个器皿可以做我们的内担 那因为有时候我们买竹子 有时候只能够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竹边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适合的这个像这个竹子大小 然后把它锯到一定的一个高度就可以用了 那一般来讲我们这个高度大概是在到它的八分高 或九分高的地方这样的一个高度 好那我同样的哦 我在里面也是给它做一个阿字萨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阿 好那我们说过呢 这个都必须要慢慢的去修剪它 比如说 你要先看你的花财的多少 比如说你今天的花财如果用的是比较 比较细的 那你这个阿呢就要缩小一点点 那如果说你用的花财是比较粗的 那你这个缺口的地方就可以大一点点 那我今天要插的花财是这个木槿花 木槿花 那我看了一下这个木槿的大小 所以呢我这个阿呢就不能留的太大 所以我稍微再把这个部分呢再做一点点的修剪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留阿大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修剪这里 那如果你要留小一点的话 你就要修剪这里 所以你要看你 你要那个花财的一个多少 好那我现在呢再把它再剪小一点点 那这个都要慢慢的一次又一次的试 同学呢好费心哦 找到了一个阿字 但是呢一不小心一剪就剪的又太小了 然后它又会掉下去 好那我慢慢的去把它试一下下 好慢慢的可以了 而且它的高度 放法又有一定的高度 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放到 大概八分高的地方 花财的八分高或九分高的地方 好那我慢慢的把它卡进去 OK好 试一下下 好那我现在慢慢的把它卡进了 好 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 因为这样子你要慢慢的去做它 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阿字 好那这样子做好了之后 我就把它放进去 那放到里面以后呢 我再来开试擦我今天要擦的花 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今天呢一大早到花园去散散步 那去看看今天的那个花园的花 就看到这个木槿花开了 木槿花开 那这个木槿花呢 其实它一般都是开在秋天的时候 那现在其实才是夏天而已 结果没有想到 花园的木槿花就开了 所以呢我想说把它采下来一朵 然后我稍微把它做一个 有点点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那那个木槿呢 木槿花呢 这个花呢 它是召开木屑 也就是早上开了 然后呢 它到了下午以后呢 就卸掉了 黄昏以后 下午以后就卸掉了 所以木槿花特别很多的茶室 日本的茶室 特别的喜欢擦木槿花 因为日本的那个茶道 特别讲究所谓的一期一会 一期一会 所以呢我们在擦花的时候 特别喜欢使用这个 召开木屑的花 比如说像千柳花 木槿花呢 都是早上开 晚上卸掉的这些花 那今天的这个木槿呢 它还特别的 特别的有利 特别的有利 那一般的木槿 大部分来讲的话 都是蛮迁弱的 蛮迁弱的 所以呢在《红楼梦》里面呢 我们知道《红楼梦》有十二斤菜 那十二斤菜里面 有一位 其中有一个金菜 它代表的花就是木槿花 那 各位可以欣赏一下这个木槿花的一个感觉 它是这么巧巧的一朵 好 那我把它插了一只 也是类似像屏处一样的这个角度出去 好那还有一朵这样木槿 好我再用一朵来 把它收在这个花气的 这个口口的这个地方 好让我让它的叶子再减少 那我一边在插花中呢 一边在欣赏这个木槿花 就觉得这个木槿 其实它真的也是特别的美 因为呢 它是整个花瓣 有一点淡淡的粉色 但是它的花心啊 花蕾的地方 有一种金黄色跟红色的感觉 特别的美 好那我再给它做一点点的鸡盘 那我在插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这个木槿呢 我用的也是它自然的这个花材 我选了一段木槿的尾端 然后我把它上一下下铁丝 让这个木槿呢 可以有一点点弧度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呢 在红楼梦有所谓的十二金钗 那这个十二金钗呢 各有它们生命情境的一个代表画 因为每一个人有一个 每一个人生命的一个质感跟情境 那曹雪芹先生呢 他非常的会心 而且也可以感受 他对于花草植物自然的一个喜爱 他把这个十二女子呢 用了十二种花来代表 那其中呢 代表的木槿花的女子呢 就是红楼梦的第一女主角 就是林黛玉 林黛玉 因为林黛玉呢 它是带着一种淡淡的一种 淡淡的一种美感 它不是那种很明媚娇艳的一种美感 所以它所代表的花就是木槿花 而且木槿因为开在秋天 那曹雪芹先生呢 就用这个丰露青筹 就是带着秋天淡淡的一种忧愁的一个木槿花 来象征这个林黛玉 好那我再用一支呢 做一下它的后段 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 虽然是小小的一栏花 但是真的非常的难能可贵 因为我们知道呢 其实木槿是开在秋天的 那我们在这样的属下的时候 录影刚好花园开了 这样两朵的这个木槿花 所以我们也是学习珍惜当下 把握当下 有花看则止息则 莫待五花空则之 生命呢 当你能够有这个因缘付出的时候 处处为别人着想 处处能够付出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握这个当下的因缘 然后让自己把生命像花一样绽放 那尽量的一个奉献跟付出 那借由这个木槿花 祝福大家 愿此香花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父华容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老鄭 大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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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佛法救护生命 传播佛社团法人草屯静安府慈善会联合举办观音超度及推广苏时饗宴即小萌山诗时祈安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日期11月28日星期日上午11点地点南投县草屯镇东美街64号对面 恰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同瞻法义共慕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敬请佩戴口罩 新逢元宵佳节吉祥日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方举办 供佛摘天即供颂普门品 恭请贵太法师战山法师共同组法 日期2月15日星期二上午9点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慕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观音的慈悲 观世音菩萨心咒 奥妈尼卫美奉 总设了一切教法的精华 实诵时 因犹如孩子呼唤母亲一般 如此将能迅速感得诸佛菩萨的加持 当然究竟来讲 奥妈尼卫美奉舍 观音菩萨发了愿力 六道众生都可以进入佛的净土 都可以断除烦恼 消业障 发起菩提心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任务 观世音菩萨的愿力 是希望倒架持行的意思是说 他早就已经解脱成佛了 过去正法名如来 但是他陪着我们受苦 所以希望这些受苦的友情 没有一个他遗漏掉 都带他到极乐世界 让所有众生最后都存 我们祈求观世音菩萨 加持我们的心 因为本来我们这个清净的悲心 本来就存在 只是我们覆盖它 我们没有去培养它 甚至我们用我们的烦恼 所谓自私分别 去伤害到它 所以当我们念 祝我们把你变灭红色 他又恢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